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卓的频道,我是安卓 上周在我剪完影片之后 美国这边宣布特斯拉全面大降价 这降价幅度之大真是超过所有人的预期 包含我自己啊 这价格实在太香 过去几天我身边有许多朋友都忍不住下定特斯拉 但还是有许多朋友在影片下面留言问我 这个价格应不应该入手了呢 尤其今天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 就是特斯拉的Hotware 4.0可能即将要问世了 我也趁着这两天把所有的资料都给理一理 希望可以帮助还在犹豫不决的朋友 可以下最终决定 一如以往,如果你觉得我的频道对你了解电动车 尤其特斯拉有那么一点小帮助的话 希望你可以在影片下面帮我按个赞 就这么一个简单小动作 对我就是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如果你是首次来到我频道的观众 也欢迎按下最后键 在日后就不会错过更多关于特斯拉 以及投资理财相关的影片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聊聊关于这次大降价 我是怎么看的呢 在过去两个多月的时间 我在我的频道里不断跟大家提到 特斯拉降价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 为了就是希望大家不会成为降价前 高价入场的倒霉鬼 如果你有一直在关注我频道的朋友 应该可以作证啊 只是我万万想不到的是 特斯拉降价幅度可以大得这么夸张 特斯拉与美国市场上周四晚上 突然无预警的大降价 其中减价幅度最大的属于model S plant 直接大砍21000块美金左右 而目前特斯拉的销售主力 model Y长征版则是大砍了20% 直接降了13000块美金 而且还不止这样哦 因为你还有资格拿到来自政府的 7500块退税 所以这降价幅度呢 等于也是高达超过2万块美金啊 而我虽然早就预料到特斯拉一定得要降价 只是没有想到它的降价幅度 可以如此之高啊 等于是把过去一年多的车价涨幅呢 一夜之间全部都给吐光了 特斯拉为什么一口气要砍这么多价 我在之前的影片也有跟大家分析过了 最主要就是要杜绝准车主们 预期未来还可能降价的可能 导致想要继续观望 而库存压力也不会因为减价而减少 关于这点 我在之前中国大降价的时候就已经提出 许多的网友说是来自像BYD之类的竞争啊 所以特斯拉不得不大砍价 那现在在没有这么多其他竞争者的美国 它的减价幅度也是这么大 某个程度上是可以印证我的想法 至于现在这个价格可不可以入手了呢 我先说结论啦 如果你是非要买车不可的朋友呢 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可以入手啦 但其中有几个细节 待会会再跟大家详聊 大家一定要注意听 避免少省了几千块美金哦 虽然我个人看特斯拉降价的主要原因 最主要是供过于求 但马斯克说会降这么多的原因 只是为了反映成本上 通膨的正常化的结果 我个人是认为他这个说法呢 也不算错 但只有讲出一半的实情 在过去几个月因为通膨开始降温 制造电动车所需要的一些贵重金属 像是镍、铜、铝等等的 这些原物料的价钱跟将近一年前相比 真的是下降了不少没有错 在下周即将出来的去年第四季财报 大家一定可以看得到 它的制车成本应该是下跌了不少 不过成本下跌是一回事 只要大家还愿意捧着钱去购买 特斯拉没有道理不赚这个钱啊 问题就是出在从去年第四季开始 我们看到特斯拉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 就已经有需求下降的这样的情况了 这也是我判断特斯拉它一定会降价的主要原因 而事实上也证明啊 去年第四季特斯拉在美国降了7500块美金后 当时的库存真的是销售一空 只是没想到再过两个礼拜 它的降幅竟然是当时的将近两倍啊 不过我们看特斯拉这个降价也是非常有策略性的 尤其在Model Y长城版的部分 如同我之前影片说的 美国国税局IRS把Model Y5人做的长城版 定位在一般的房车 所以如果它的定价超过55,000块美金的话 就没办法符合7500块的联邦退税规定 所以特斯拉非常体贴大家 直接把钱降到52,990块美金 这定价还预留了约2000块左右的空间 让大家可以做一些硬体上的升级 所以如果你符合退税之格 要购买Model Y的话 记得在选购配备的时候 一定要精打细算 在外观的选购上将会有些受限 不管你是要变更车体颜色 内装要升级白色 甚至轮框想要升级20寸的话 最后的车价都必须压在55,000块美金以下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软体的部分一律等到交车后再加价购买 而像充电线啊 那你也可以在购车之后另外去特斯拉的商店购买 总之记得啦 你的车价必须要在55,000块美金以下 不然呢 你就会丧失这7,500块的抵税资格 不过如果你是想要选择Model Y性能版的话 很抱歉 因为他定价就已经超过55,000块美金了 所以是没办法拿到这7,500块的联邦退税 根据特斯拉官网 这个符合联邦退税资格的情况 可能只会到3月底 淫下之意就是说特斯拉在3月后 可能会做价钱上的调整 所以我再次强调 在美国有意愿购车的朋友 最好在3月以前下定 避免上失这7,500块退税的机会 因为以Model Y为例 我真不觉得特斯拉在降了1万3美金后 还有空间再降7,500块 所以未来特斯拉就算要再降价 空间也非常有限 相反的 他有可能稍微涨一点回来 与其如此 倒不如先把政府的退税也给拿下 我相信这是CP值最高的做法 当然我想特斯拉也还在等啊 看看最后IRS会不会改变心意 把5人做Model Y也放入SUV的清单里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想特斯拉涨价的机会反而会大增哦 所以如果有打算购车的朋友 我想现在可能是最好的时候了 但切记大家也不要冲动购物 毕竟车子它是属于消耗品 特斯拉也不例外 尤其特斯拉这么大幅度的降价 会造成许多刚买车的老车主极度不满 虽然美国这边并没有看到车主像中国 以及几年前台湾大降价时 车主跑去特斯拉经销店大闹抗议的事件 但是在网路上 这些刚领车的车主对特斯拉不满的言论浪潮 也是非常高的 同时也有不少车主提出 特斯拉应该针对过去几个月才领车的车主 做一些补偿啊 毕竟这些车主等于在二手车架上马上套牢 他们提出的补偿方式有许多种啊 包含了免费操纵里程啊 EAP FSD的免费体验 或者可以有折扣价来进行购买 那我想这个在软体上的补偿 特斯拉要做的话 绝对是做得到的 但根据我对特斯拉的了解啊 应该是不会做出任何补偿动作的 因为依照特斯拉价钱上的惯例 在过去一两年不断涨价的过程中 如果你是比较早期订购的车主 即使你下定的价格比当时车价还要便宜1万块美金 特斯拉依旧会履行当时的定价 所以依照相同的逻辑降价也是啊 特斯拉并没有必要去补偿这些 已经接受交车的车主们 不过如果你手上刚好有订单 还没有领车的车主 是可以打电话给特斯拉 他们是会愿意match到现在 比较低的定价给你们的哦 所以以逻辑上来看 特斯拉不进行任何补偿 对我来说这个是说得通的 只是在观感上 尤其刚领车的车主 受伤一定非常重 那我只能说我也已经尽力了 我大概从去年10月开始 就不断在提特斯拉可能会降价这个议题 不知道没有观众朋友 也是因为看了我的频道 而省下这2万块美金呢 如果有的话 我会感到非常开心啊 不过该不该在这个时间点下定车子 我刚讲过了 你必须分清楚你是想要还是需要 因为毕竟车子它是属于消耗品啊 你必须期望它落地之后 就会开始折价 另外购买车子还有像特点 就是在硬体方面 它会不断的做升级 而特斯拉在这个部分又显得更为重要 因为在过去两年特斯拉做了许多大动作 包含了移除毫米波雷达 以及最近的超音波感应器 但这一切随着Hardware 4.0即将要推出 在未来可能会有些改变 这个细节我们待会再聊 另外如果需要用贷款购车的朋友 利息的部分呢 也一定要计算进去 跟两年前不到2%的利息相比 现在我随便一查 美国银行新车的利率呢 就要5.39% 所以在利息上 这是一个隐藏的支出 大家一定要把它计算进去 那各位如果你已经下定特斯拉的朋友 也欢迎去看看 我之前分享许多关于必用备品的影片 一些东西我会建议在领车之前 就应该先准备好 而且部分产品呢 我有提供折扣嘛 像是地垫啊 可以帮大家省下10% 我把影片连结放在下方的说明栏里 那总之只要你买了车 接下来要关心的就是它的二手车价了 特斯拉在经过这波大砍价之后 可以说是把整个二手车市场都搞得乱七八糟啊 最近我们看到一些在中国的二手车商 直接挂出布条说 不收特斯拉 因为真的是收一辆赔一辆 相当的情况在美国其实也是啊 我今天早上出于好奇 去一些美国的二手车商网站 替我的Model Y进行估价 其中像Vroom 他就直接公告暂时不收特斯拉了 其他就算有收特斯拉的店家 他的估值也比一年前要大幅下滑许多 不过我想这也是正常的啦 但这边我有注意到的是 一模一样的条件下只差别在 有没有配备Fossil Driving 它的收购价竟然差距连三百块美金都不到哦 所以我在很早以前就跟大家说过 Fossil Driving这套系统真的有像马斯克说的这么保值吗 二手车价是最不会说谎的 跟我当时购车税前约六万两千多块美金相比 两年多下来开了五万五千公里左右 我的车价的耗损大约是两万两千块美金左右 所以特斯拉的二手车价算不算保值呢 相信大家心中都有一把尺啊 不过因为我购车时做了一个决定 如果我现在真的要卖车的话 我这两年多的持有成本 甚至连一万美金都不到哦 如果你是很早就关注我频道的朋友 可能还记得 我当时手上虽然有足够的现金可以直接买车 在说明栏里 这当时六万五千块入场的投资 我就这样放着没有去出售任何的股票 了不起就是偶尔做个cover code 一个月赚个几十块的便当钱 就这样两年多下来 即使去年整体市场下跌的这么厉害 我这个账户呢 它还是成长了将近一万五千块美金左右 所以如果把这获利的部分算到刚刚耗损的金额里 我的持有成本呢就下降了非常多 有趣的是当时有许多观众问我 为什么不去投资 那个时候如日中天的特斯拉呢 我的观点还是一样啦 个别公司的股票走向非常难以预测 而大盘呢有时候看起来比较慢 但是长期来说 它的投资报酬率可以是非常丰厚的 那现在回头来看 当时同样的时间点 如果我是选择购买特斯拉股票的话 我现在这项投资反而可能是小赔一点点哦 不过这也只是过去两年多来的结果 并不代表未来特斯拉的股价就再起不能 我想表达的是 如果我现在真的要卖车 并且结清当时投资的话 投资大盘 它的表现并不一定会比较差哦 而且它投资的方式也非常简单 过去两年我根本不需要花任何的心力 看到这边如果想开始动手投资的人 有美国沙马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富途的账户 现在他们给出入金一千 就可以抽14股的免费股票 入金3888 并且维持在账户90天以上的朋友 就直接送一股Apple的股票 如果以年化投资报酬率来算啊 光是这一支Apple的股票就帮你这4000块的投资 创下了超过13%的年化报酬率 更不用说你另外还可以再抽14股哦 这么好的机会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一定要透过说明栏里的连接去申请 才能享有哦 另外就跟所有的科技产品一样 特斯拉的车在硬体方面也是不断的推成初心 根据最新曝光的文件指出 特斯拉新一代的自驾电脑系统 Power 4.0可能即将要推出了 这份文件有可能是来自特斯拉中国内部的文件 而且连照片都有了 所以它的可信度呢 应该是有一定的程度 其中变化比较大的部分 包含了摄影机由现有的8颗变成只有7颗 根据照片看起来原本中置3颗摄影机呢 变成只有2颗 但是呢 它摄影机的解析度是大幅提高了 由现有的130万画素 变成了500万画素 其他在B柱、侧身以及尾门 还有车内的摄影机呢 位置一样 只是它的解析度呢 也都是一起提高了 另外在摄影机模组上 看起来是增加了有加热 以及风扇等功能 这确实可以帮助摄影机处理更多气候相关的问题 根据我目前的使用经验呢 我的特斯拉不管是遇到下雨 或者进入到比较浓雾的路段呢 基本上我的Forsal Driving是没办法启用的 所以我一直很纳闷 特斯拉要怎么处理 由气候所造成的摄影机不工作的情况 看来这个风扇以及加热是目前的解法 另外这边还有个大家最在意的 就是雷达是不是要回归了呢 根据特斯拉之前与政府相关部门来往的文件 我们看到 他们要求政府延迟揭露新雷达的细节 直到1月中为止 也就是最近啊 所以我们现在都很关心啊 特斯拉会不会趁着哈威尔4.0问世的时候 把这颗高清的新雷达也装备在上面了呢 毕竟过去一两年来 特斯拉只靠镜头的全视觉画后的结果 在许多的驾驶表现上 可以说是差强人意 我个人感觉最直接的 就是幻影刹车跟以前相比大幅增加 最主要原因有可能就是摄影机判读错误 把一些阴影啊或者路上 并不影响行车安全的义务 当作是车辆甚至是行人 而造成无缘无故的刹车 包含了我上次影片才聊到的 在海湾大桥的这个事故 非常有可能都是全视觉下所造成的结果 而这些问题刚好就是毫米波雷达的强项 因为它看得够远 分辨率也够清晰 尤其这颗还没有公租于世的新雷达 有可能是4D成像的 将可以提供给车辆更多的讯息 所以我是非常期待 也看好哈威尔4.0将会比3.0要进步非常多 不过如果这一切属实的话 像我们这些已经买车的老车主 特斯拉将会如何处理呢 毕竟特斯拉曾经保证过 我们的车在硬体上都足够可以跑得动自动驾驶 而特斯拉也曾经因为这样的保证 没有旅行被车主告上法院并且吃下败诉 这我在之前的影片也有跟大家聊过了 所以我是很好奇未来哈威尔4.0推出后 现在这些所有哈威尔3.0的车主 他们会怎么处理呢 这个我们就接着看下去 所以综合今天所有的内容啊 如果你在美国想要买车的话 我觉得现在买绝对不亏 但是如果你也不是那么着急的话 如果我是你可能就会再等等 等的原因不是为了等他再降价 而是看看这个新雷达是不是随时就要问世了 而且目前看起来在三月底以前呢 特斯拉在美国涨价的机会应该是不高的 我会愿意花两个月的时间来等看看 我的车有没有可能从哈威尔3.0变成直升哈威尔4.0呢 当然这并不保证 但至少有等有机会 最后再来聊聊关于台湾吧 目前看起来呢全世界都在降价就只有台湾 它的价格屹立不摇 但我还是觉得台湾降价的机会不是没有 只是可能会慢一点 因为目前特斯拉三个产地 中国美国甚至连德国呢 所有的车都已经降价了 在生产地都已经开始降价的情况 而台湾却还维持原价的话 基本上这就等于是变相涨价 我想这样的市场策略 大部分的车主应该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未来可能会开始看到 特斯拉在台湾的新订单量 开始下滑 甚至还没交车的订单 开始被弃单 也不是不可能哦 而当这样的情况开始发生时 我想离降价应该也就不远了 以上这些是我一些个人的想法啦 不知道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 希望今天影片对各位能够有点帮助 在美国想要下定Model Y长城版的朋友 记得你的车价不要超过55000块美金 不然无情之中 你就损失这7500块美金了 最后临走前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内容 记得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还没follow频道朋友 记得按下中键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在下支影片 再来聊更多有趣的话题 感谢你的欣赏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